我覺得 因為今天梅珍在現場 騙哥也在現場 我覺得要贏陳其邁 基本上對我 我給你看 基本上是 Tom Cruise Mission Impossible 很困難 我必須說很困難 剛剛市長跟大家 Cue 到 TVBS 民調 其實在 7 月初到現在 其實它那個波動並不大 都大概 21、22% 那每個民調公司做的不一樣 我不知道你梅珍自己有沒有做民調 我先跟大家講幾個數字 因為市長你在 2018 年選舉的時候 在高雄拿到 89 萬票 大概將近 54% 這是這麼多年來 國民黨在高雄很少拿到的 但我要跟大家講 現在高雄期有 229 萬的有效選舉 大概 230 這樣算 如果投票率是 5 成的話 因為補選其實要高很難 如果投票率是 5 成的話 就會開出 115 萬票 那韓國瑜在 2018 年選 市長的時候選 54% 可是在今年 你要考慮新民意 今年選總統的時候 韓市長其實只拿到了 34% 已經掉下 因為蔡總統拿比較多 所以你梅珍現在問題 先不要想說贏陳其邁 先想說怎麼穩住基本盤 我怎麼說比較快 高雄市國民黨基本盤到底是怎麼樣 2014 年的時候 那時候楊秋青出來選 其實他的基本盤 已經降到大概只有 30% 左右 也 45 萬票 所以守住 30% 的基本盤 是你們人家要努力的地方 因為補選投票率不會太高 那我只能用票數跟大家算 如果最後投票率是 5 成的話 那韓國瑜是拿 34% 你要守住韓國瑜的防線 韓國瑜叫高雄的表現 今年 1 月 那就要拿到大概 39 萬票 其實也不容易喔 39 萬票 但如果降到只有 3 成 就是楊秋青的水準的話 那就要拿到 34 萬五 但如果最後補選 當然跟補選投票率有關 說不定大家最後會覺得說 投票率沒有很高的話 那所以能不能守住 30% 能不能守住 30 萬票 這兩個都是李梅珍的考驗 那李梅珍確實齁 我看你這兩天新聞很紅 說紅了啦 很多的新聞出來 你要努力的守住 國民黨在高雄市的基本盤 先從 30 萬票 跟 30% 去往上努力 然後再去追 那目前看起來 因為時間只剩下最後兩個多禮拜 確實要贏陳其邁有很高的難度 我也不會亂講 那這個部分可能再去努力 可是守住高雄市的國民黨基本盤 38 得票的比例 跟 30 萬票以上的這樣的數字 而是李梅珍現在要去努力的提到